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类科技大大改變 中間斷斷續續有些炸糊 又說韓國、大陸又弄出超度體、常溫超度體 最後都發覺是流料 最後找不找到我不知道 但很多時候你會發覺很多這些炸糊東西走出來 但是最近我就留意到譬如在德國那方面有一個很另類的研究 關於超度體的 它似乎另外去劈了一個新的路向 就去研究一些不需要去大量加壓和大量降溫的超度體 就用其他的方法來達成 就有一點點眉目 而且這個研究是正正式式的 是被這個自然期刊 這個現在就是我們叫做最厲害的科學期刊之一 來去接納了 刊登了 所以就想借這個機會介紹一下 究竟德國那方面搞了一個什麼新的一種方法 來去有希望達到一個常溫狀態的超度呢? 那你首先很簡單的解釋一下什麼叫做超度體 那說回我們平時在世界上 你見用能插電的東西 能夠入電池或者能夠插電的東西 那裡面就有個電路在那裡 你插了電就可以叫做用到一些電能 一盞燈也好 一架模型車也好 你都是要搏通電路 那就可以有電能轉化成為動力這樣 那裡面牽涉到很多那些電線導電的東西 有些東西就不導電 絕緣的東西 就包著這些導電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有個很有效的導電的一條通道 就博通了就令到我們可以把電池裡面的那些電能 就變成我們其他的能源這樣 所以我們很早以前去學這些物質的特性 都會量它會是導電還是絕緣呢? 不導電呢?我們經常會問的 甚至乎它的電阻系數有多高 或者它的導電系數有多高 我們有很清楚的定義 那世界上就有很多種不同的元素 不同的化合物它的導電性不同 有時候它的導電性可以是隨著你 外面給進去的電流大小 或者電壓大小而變化的也都有 很有趣 於是乎有些不同的特性的東西 變成一些電子元件也都有 而更加有趣的是說 有人就發現原來有一些的物質 你把它放在一些很極端的條件 比如說在一些很冷很冷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突然之間那個導電性就非常的好 這個電阻直接是沒有了 那這件事就很令人匪夷所思的 因為我們一般的理解就覺得 世界上所有的物質呢 只有導電好和不好而已 就沒有東西完美的 沒有東西能夠完美到完全100% 可以將電能去完全傳輸自己 一些都不偷吃的 就是一些比如你說 我們現在接觸到日常生活中 導電性比較好的東西就同 所以我們的電線是同線 但是其實有些東西譬如是更加好的 譬如是Platinum 白金這些東西導電性更加好的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為什麼我們家裡的電線不用白金做 我們給不起錢 所以能夠找到一些導電性很好的材料 已經是很能夠令到我們日常生活很有效很省電的 但是呢 如果告訴我們世界上有些東西是可以靈電左右完全導電 那這個就說 嘩 我們是否可以變成一個更加有效率更加 效能更加高 就是不會有任何能源損失的一個未來世界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夢想之圖 所以為什麼呢 在那個物理學 凝聚體物理和化學上的人 很想去攻克一個如何發明一個新的超導體材料的問題呢 就是一個夢寐以求的夢想來的 那傳統上用什麼方法去達至這個超導體呢? 那麼我們就發覺有很多的物質呢 你是將它特別降溫是能夠做得到的 最原始的話 你將那個叫Helium 害這種元素 將它冷卻 那麼冷卻的時候呢 去到一個很接近絕對零度的時候呢 它都會表現到一些叫 就不是超導體啦 超流體這樣的現象 那麼其實就有 還有其他的例子的 一些其他的金屬都會的 你將它壓到接近絕對零度 你發覺它基本上就沒有了那個電阻在那裡 那麼後來呢 大家就一路去研發了 很多平時好像都不是很導電的東西 比如一些是陶瓷的物質 通常有一些幾種複合金屬的氧化物 將它組合在一起 一種陶瓷物質 主要是經過消制過之後呢 它一般呢 就都不是很導電的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呢 又是將它倒一些液態淡下去 冷到零下就是200度左右 它就是那些電阻消失了 那所以呢 就是很長時間 我們就不停地找這些 這些物質呢 哪些可以變成超度體 哪些不可以 還有在理論上方面 究竟什麼的物理定律 最後決定到它 是可以有一個超度現象的呢 那就成為一個 無論在理論物理還是實驗物理 兩方面呢 現時都是未能夠解決到的謎題 那為什麼會在德國那邊說 可以用光 打自己的超度體呢 那這個它究竟怎樣想得到呢 我自己那個故事原由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在最近這個7月份的自然期刊 刊登了它們一個都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還不是很完成 只不過有一些微目的研究 它就針對著一種材料 都是一種複合的金屬的氧化物的材料 裡面牽涉到一種叫Yetium 和Berium 和銅 Copper的氧化物 那它按一個特定的比例 和一個特定的火爐來去燒製它 那它會形成到一種結構 是可以變成超度體的那樣 那我記得就算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都試過呢 也是用這一類這樣的元素呢 將它混合 又棕一下 又找東西壓一下 然後再放在火爐裡焗一下 焗一下它過夜 最後就淋一些液態淡水 它就是超度體來的了 那所以中間經歷那個煉製的過程 是都很花時間和成本的 所以今時今日你想弄一個 完全是很超度體的電路 是非常之困難的 還有它很脆弱的 很容易碎裂的 那所以怎樣將這些物體 做到它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在更加容易的條件之下 表現到超度體現象呢 不是那麼容易 那好了 德國今次這班 就是Max Planck Institute 也可以說歐洲最頂尖 最一流的這個研究學府之一 那他們就有研究人員想到就是 可不可以透過去射一些光 這種材料那裡 來去看看這種材料 會不會有一種獨特的反應 就可以跟這個超度體現象是相似的呢 那它最後的研究結果 就沒有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因為這個研究是夠尖端 還有都未來我相信會有很重要的發展 所以在這裡介紹一下 那它就不需要去加液態氮 把這個材料冷卻 也都不需要將額外在一個很大的氣壓之下 去壓這個材料 它就純粹將這個材料燒製好之後呢 就射一些特定波長的光下去 那通常都要運用到激光的了 那因為呢 運用了這個特定波長的激光呢 就很有效地激發到這個元素裡面 在外面某一些電子 去將它踢上去某一些流氓層上面 因為這些電子不是對任何光都有反應的 你一定去特定適合它關鍵的光呢 它才跟你一起去和應的 那所以呢 他們就選了激光激發的方法 來打進這種這樣的材料那裡 就發覺呢 在那個剛好吸收光的那一小部分呢 出來的那個材料呢 對於外面磁場的反應呢 是非常之特別的 那特別在什麼呢 那如果呢 有留意超導體研究的朋友呢 那可能你會知道的 超導體去表現超導現象的時候呢 它是會 你給一塊磁石下去呢 它是會和那塊磁石排斥的 甚至排斥到一個地步呢 你如果把它的磁石放在下面 你的超導體放在上面呢 直接排斥到一個地步是磁浮了在那裡的 那個排斥力大到是令到那個超導體浪起了在那裡 是直接是下面沒有東西浪了就浮起了在那裡的 它排斥它磁場的能力 就是其中一個超導體表現的現象之一 那現在很有趣了 這幫研究人員呢 它就發覺 在沒有任何降溫和加壓的情況之下 只是把這些材料打一個激光下去 在它接收激光那一小小的部分那裡 發現它是有一個很強的對抗外加磁場的能力在那裡 而那個對抗的程度呢 不是很完整 但是也都不很正常 它不是勁到一個地步呢 可以完全將100%的磁場踢走 如果是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跟超導體極次的了 現在它似乎只是能夠將30%的磁場踢走 但是以一般情況來說 這個材料是不應該有這麼強的踢走磁場能力的 譬如正常來說它可能只有3%的能力 甚至更少 但是打了光雷之後它變成30% 那大家就會想 其實它會不會已經處於一個接近超導體的狀態呢 會不會在另外我再加多其他的條件之下 其實我已經不需要加壓和降溫 但是那些光擺得好的時候 我已經能夠做到一些擁有超導特質的物體出來 部分特性就不是完全 那會不會接下來這個 就是為什麼大家這麼體重這個研究 連自然期刊都這麼將它納入呢 但是就看到就是說 大家都在期待這件事 會不會我們將來再能夠將這些光的條件調較得好些 最後能夠令到它那個對抗磁場的效能再提高呢 那有人就問為什麼會是這樣的一個機制是怎麼樣呢 現在暫時理論上呢 只是得一些差相式的解釋 你將那些光去激發了這些電子 那些電子去重新排列的時候 那個情況呢 它進入了一種排列的狀態 就跟它們進入了超導現象的時候 那種電子排列狀態非常相似 那所以就有一些超導體的特性了 那這個是現時的一種解釋的學說 但是未得到證實的 那所以這裡就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謎的就是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進一步 將這些光激發產生超導的能力 是再推進一些呢 如果推進得更多的時候 會不會最後我們能夠做到完全是由光來去引發超導現象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又想到一個應用就很奇妙了 不需要降溫 不需要加壓 就是說這些器具和所需要的能源可以降少很多 就純粹找一個你設定的光 就可以令到這個東西有超導現象的時候 那你會發覺呢 在那個運算 尤其是牽涉到電子運算 這些這樣的情況 就會發覺很有潛質 有一個很大的用途在背後 剛才你提到 它是遷導現象來產生一個磁浮率的情況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是它的超導現象的特性來的 那我們現在有個理論上的解釋就是說 當你將它降溫 和將它加壓的時候 就強行令到它的電子排列 就降了去一個最低能階的狀態 甚至乎就是一種叫做 一種叫做Condensage 凝聚體的狀態 那就是說呢 在這個物體裡面 所有電子的波函數 大家都融為一體 在一個最基本簡單的狀態之下 於是乎裡面就有一些條件 就容許它出現一個 就是那些電子暢行無阻 我一路在那個 就是你這一件子 在整個晶體裡面周圍走 是不會有任何能量損耗的一個狀態 是容許它出現 這個就是我們暫時的超導體理論 就是這樣去理解的 但是這個物理的理論 又沒有阻止你用什麼方法來達到這種狀態呢 其實就沒有了 現在我們知道用低溫 可以幫個物體進入這種狀態 這種超導的狀態 另外加壓都可以 就強行壓它 壓到它變成這種狀態 那麼用光會不會都可以呢 現在暫時就未完全做得好 但是大家都認為很有潛質 就是可以試想一下 我們其實現在都有一些 可能我日常生活中有些元件都用了超導體的 比如說照MRI 腦掃描那些東西 就是現在要用那個超導體外面 要有些液態淡來動入它 因為你要有一個 進入了超導體的一個接口 那些老師能夠很靈敏地去探測到你腦部裡面那些磁力的變化 但是如果現在是那個元件是不再需要用到液態淡來動 只需要用那個激光擺得漂亮 就幫你激發到 令到這個狀態 令到那顆探測器就能夠擁有超導現象 來幫你做探測的時候 整件事就輕巧很多了 就會是成本低很多 甚至乎會不會想到就是 基本上做到整個MRI 不需要整間房那麼大 最後就能夠做到可以普通一個手拿著的儀器這麼大 那這個就是好做福人群 我們在很久之前某一集的科學生有提到的 就是美國現在軍方很想開發一套 可以純粹是一個皮結或者一部電腦這麼大的MRI儀器 就帶上戰場那裡用 那暫時有這些儀器 但是那個精確度是不好的 就是那個解像度不夠高的 就是解決到部分問題 但是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都依然馬上要送去醫院那裡 所以一個小小的 就是現在我隨口這樣說 都想到它有一些潛在應用在那裡 所以這個光引發的超導體現象 我覺得是一個關於超導體研究 未來非常值得留意的一個方向 這次結束跟著我們回來的就是科學會的路 好嗎 好嗎